今天早上我们家吃锅贴饺 早上早起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肉馅在晚上睡觉前先拌好 用刀剁出来的肉馅口感要更好一些 放上一点盐 白胡椒粉 生抽 然后少量多次加入葱姜水 用干净的手快速地搅拌出肉的胶质 把肉馅拌得很粘手就可以了 拌上一些玉米腻 再把泡好的干香菇切碎 一起放到肉馅中拌匀会更加的鲜香 密封好 放冰箱冷藏 然后再煮上一个小米粥 第二天早上我们早起半个小时来和面 200克的面粉 1克盐 100克的清水 后手面团就可以了 密封洗面10分钟 用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去刷刷牙洗洗脸 饧好的面团搓成长条 再分成小剂子 用手压一下 用擀面杖擀圆 然后放上昨天晚上拌好的肉馅 把它包起来就可以了 包饺子的话我喜欢用这种很简单的方法 包好了之后呢饺子可以立起来 特别适合做尖饺 锅中放上一点油 先把饺子煎上一回 把底部煎出胶壳 然后再加入清水 摸过饺子一半就可以了 盖上干 胶壳闷上7分钟 切开了之后 撒上一把葱花 就不出锅了 拿出来 很快 拿着 感谢观看